國科會的候鳥計畫報名活動 已經熱烈展開 截止的日期是台灣時間 102年2月4號為止 其中舊金山僑胞龐衛文的女兒 就曾經在2011年參加這個計畫 收穫相當豐富 因此她就鼓勵所有的青年學子 能夠踴躍的報名參加 我的女兒叫做雷慧婷 Melanie Lay 她非常的幸運的 在大學第二年的暑假的時候 可以參加國科會主辦的候鳥計畫 她在大學主公是公共衛生 所以她也非常的幸運的 可以到台灣行政院的衛生局 去學習了兩個月 她學習到健康保健的行政的事情 還有台灣一些比較特別的理論 關於健保還有他們的公平性 那他們全部的學員 在學期委的時候 都要做一個報告 然後雷慧婷的報告就是 她比較了台灣和另外五個國家的健康保健的分別 在這個工作的其中 她的同事跟長輩都非常的照顧她 他們又一起結交去海角7號的恆春一起去玩 玩得非常開心 所以然後完了以後呢 他們還有 現在為止都一直有繼續聯絡 另外一個好處是我女兒是在加州到東部去讀書的 她也結交了很多東部的同學 那些候鳥計畫的同學都非常的照顧她 在暑假新年的時候呢 都會收留她 帶她去吃東西啊什麼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一定要踴躍參加這個候鳥計畫 我也接受不到 然後我們在家裡